今天加拿大移民部长公布了未来三年的移民计划还是那么的稳定 就是在2024、2025、2026年这三年还是稳步的遭收每年遭收50万新移民的一个计划 在新政上面的也没有什么公布 所以说未来三年还是一个加拿大移民的一个窗口期 大家有想要移民加拿大的可以一定要把握到这个机会 哈喽大家好我是刀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文迹博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曼省的生活以及生活的一些见闻 还没关注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每个时间段他都有粉丝问我 现在还适合移民加拿大吗 现在适合不适合做加拿大旅游签学签工签 其实在每个时间段他都是适合做加拿大任何签证的 但是你到底是符合不符合他申请旅游签学签和工签的要求 所以说今天我就想具体给大家聊一下有关于加拿大旅游签学签工签的一些要求 还有一个你们现在的一个动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为有很多很多人在两年前甚至三年前就问到过我 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加拿大 但是现在还有人两三年前疫情的时候还有陆陆续续的还是有人在国内还是在问同样的问题 我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加拿大 我可不可以以学签我可不可以以工签所有的事只有你做了你才知道是得到什么结果得到好结果和坏结果只有你做了你才知道因为在每件事的一个开始他都有成功的有失败的 你也许在这条这条路上你是失败的但是在那条路上你就成功了 所以说在移民这条路上你只有走上去你才知道你到底适合不适合这条路 你到底能不能在这个路上拿到好的结果 因为每个移民来说他都有一个写类式 每个人他都不是顺顺利率拿到身份的 所以说很多很多人说人家人家就是那什么条件都没有拿到了旅游签 但是我为什么没拿到其实隐含的一些条件人家没有跟你说到 其实拿加拿大身份也就那几样拿加拿大身份肯定需要工作 也有只拿个offer就可以提交省厅人 但是这个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 一般来说你拿加拿大身份你都必须得在加拿大工作 所以说工签就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你如何能拿到工签我们再往前推 我们可以通过旅游签入境之后转成学签 在学签拿到之后去上学 然后顺利毕业拿到毕业工签 或者让配偶拿配偶工签 这是在曼省的话比较特殊的一个项目 就是曼省的 扶西双的 在其他省就不要想这条路了 所以说曼省的话 他可以扶西双的 配偶工签也可以通过主申请人申请移民的 你可以在国内直接拿学签 拿学签来了之后也是 你可以拿配偶工签也可以说 必拿到毕业工签 工作半年去提交省提名 或者你直接在国内拿工签的那种就是雇主担保了 这个来说你都需要拿到工签之后工作了 去拿身份 这是我们普通人接触到这些项目 其实不管你拿学签拿旅游签拿工签 他里面有一个资金状况 有很多很多人说 我已经够了 但是我可以提供到什么什么程度 也有很多人就因为资金证明 而被被拒签的 因为加拿大他不会直接说你 说那个 说你不行 他会有一个官方的一个拒签理由 我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也有 另外被拒签 因为这个理由被拒签的就是一个 我不 我认为你的资金不足以支撑在加拿大生活 但是有很多人很大闷 我已经提供了那么多钱 我上个学我需要提供提供到七八十万人民币吗 有可能提供到这七八十万人民币 你都有 就有可能被拒 其实这里面也还能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流水 因为也有很多很多人因为流水而被拒的 他们很多人他不会告诉你的资金流水是多么的重要 但是在加拿大所有签证里面 资金流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他不单单是你直接 往银行存一个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人民币的一个冻结资金就可以了 银行流水 是足以让他能看到你这个钱来头是明确的 说我这个钱不是借出来的 或者我不是带出来的 或者我不是说我展现一下 我就没了 他要看你的流水 因为我们华人很多流水是不稳定的 是非常不好的 有的一个这个月几万 下个月几百或者几千 这个流水是不足以支撑你能来这留学 你能来这让孩子来这做留学生的 你陪路过来也不足以支撑你 你那个旅游签来说的话的资金证明也需要一二十万 二三二十来万的一个资金证明 但是这个流水 第一个是代表着你之前的工作是稳定的一个收入 第二个就是你这个资金来源是明确的 是合法 合法的 你这个钱是怎么来的 因为前几天还有那个陪同家长有的是悲剧的 他说我已经提供了一百多万了 为什么我的还是悲剧 有的甚至提供了几百万的一个资金证明 但是还是悲剧 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 没有稳定的工作 他对这块看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你们在这块你们一定要不管你们找找谁做还是自己做一定要留文注意一下这个资金流水 非常重要 所以说说到后面来说你们只有做了你们才知道你们的结果会怎样 有很多很多人现在还在蒙着一个状态 说我到底是做旅游签还是做学签或者做工签 就是你不管做哪个项目其实只是两点给你们说的很明白的两点 第一个你的资金有多少现在资金层里没有太多钱的那你不就就先做个旅游签或者一个学签 有资金有资金的工作你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还有英语还还可以可以一把做工签 你们以 钱不是那么多但是英语好可以做学签听明白了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所以说这个来说不管做什么签证你们都需要一个你得去做你才知道结果你现在一直不做你不知道结果的人家结果只是人家的结果只是我们的结果不代表是你的结果 所以说你说要自认认清自己的一个条件选择好自己的一个适合自己的项目就抓紧时间直接走下去只有你走了才知道结果那好咱今天就聊到这有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订阅拜拜 好咱们拜拜